洪澄清 黄月珍 石塑化 巴士特展 日前于县府文化局99展览室举行开幕仪式 现场嘉宾云集 县府文化局长林荣升等人也亲自到场祝贺 并感谢两位老师对于南投县艺术文化的推广不遗余力 也欢迎大家前往观赏 那洪澄清老师他今年刚好80岁 所以对他来说也算是一个回顾展 他出了自己写字他也乐于来推广 同时集结社团的力量 大家共同来推展文化跟艺术 这次展出的作品 我当然挑选一些比较好的作品 过去几十年创作的作品很多 为了这次文化局的邀请 我就特别选了差不多五十几件左右 包括创新的 先元林如阳表示 洪澄清老师本身在南投县 就是一位非常知名的书法大师 在许多艺文协会当中都有认知 这次能够在80岁与妻子黄月珍 共同办理80特展 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且有特殊的回忆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欣赏 除了80岁大寿的这个特别的时刻 那把这个毕生的所有的作品都拿出来之外 那洪老师也特别有提到 他跟他的太太 其实在创作上面 两个人常常互相协助 互相弥补 也是希望说将他们夫妻 间谍情深的一面 那融入到书法里面 那并且让大家一起来观赏 这老师毕生的作品的精华 也希望说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南投的文化局 一起来观赏洪老师跟他太太黄老师 两位的这个作品 而此次的展览不仅仅只是 洪成千老师巴士特展 特别的是洪成千老师与妻子黄月珍老师的 毕生作品都展现在场馆当中 作品涵盖书法、诗画、画作等 每一个作品都相当特别且具有意义 也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观赏 记者邱平俊 南投市采访报道 按摩